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进阶版的银电解槽设计 以及电解后的废水回收 在之前的影片中,我们使用了汤匙作为阴极 但发现效率实在太低了 因此这次我升级了阴极 改用了一个带手把的304不锈钢杯 这样一来,阴极的表面积大幅增加 也能有效提升电解还原的速度 此外,盛装银合金的罐子我也换成了大号的版本 将它固定在一个塑胶盒的盖子上 不过在塑胶罐上开洞时,我遇到了一个挑战 如果洞开得太大,银原料可能会外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用矽胶将洗衣袋上剪下来的一块塑料布 粘贴在洞口上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银合金粉末掉落 当矽胶完全干燥后,电解槽就可以启用了 这次我准备了50克的银 制成硝酸银电解液 接下来我把电解液倒入槽内 将银原料放进罐子中 接上电极后,电解槽就可以正式开始运转了 接下来我把电解放进去 接下来我把电解放进去 我每星期会固定回收一次 这次因为阴极的面积够大 每次回收的影大约都在90到100公克之间 总计下来我这次回收了大约350克的银 直到电解槽开始出现杂质为止 当然电解槽还有进一步升级的空间 例如我也可以改用像这个不锈钢便当盒 来制作更大的电解槽 现在这杯电解液已经被差不多耗尽了 我们现在要处理并且回收里面可以反复利用的材料 包含银、铜以及硝酸 首先要将电解液里面的银提取出来 我在电解液里面放入一支铜棒 让置换效应将银替换出来成为银沙 电解液在置换之后会剩下硝酸铜 自换效应大约一天就可以完成 要测试里面是否还有银残留 我们可以用一点食盐 将电解液吸出来滴在食盐上 如果有白色的氯化银产生 那就是还有银残留 这一杯电解液已经完全没有含银了 接着我将沸水过滤 然后在硝酸铜肺液中加入硫酸 硫酸会和硝酸铜作用产生硫酸铜与硝酸 硝酸的肺点不到90度 我们接着可以利用蒸溜的方式将硝酸提取出来 我使用一个曲井蒸溜瓶 并且用细砂增加蒸溜瓶的受热面积 一开始蒸溜 蒸出来的是清水 随着时间缓慢过去 产出的会是锡酵酸 浓度会随着蒸溜进行越来越浓 当蒸溜到再也没有液体释出后 我将热水灌入蒸溜瓶 使剩下的残渣溶解 接着我将沸水过滤 硫酸铜可以通过电解 分解成纯铜与硫酸 我使用碳棒当作阳极 阴极则是用一根铜管 电流通过阳极的碳棒 会将铜离子沉积在阴极的铜棒上 而阳极则会产生氢气与氧气 随着电解进行 沸水的颜色越变越黑 这是由于碳电极 会在酸液里面分解成碳粉 飘荡在沸水中 我们只需要将碳粉过滤到就可以了 最后 废水内会只剩下少量的硫酸铜 以及大量的硫酸 硫酸仍可以反复的使用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